台南人剧团在2010年推出舞台剧Q&A首部曲 受到很大的回响 剧情描述一位花心男同志车祸受伤 他醒来竟然失忆 变成一个纯情的异性恋 但是身边所有的人都欺骗他不愿意面对真相 魁威四年Q&A二部曲即将演出 失忆的男主角将展开真相的追寻之旅 跨越三个世代三个城市 主角们要寻找人生的答案 我不记得了 我忘记了所有东西 我不能找到Stefan 我不记得你 Tom Sarah 我不能记得任何事 事件 什么事 因为车祸一望一切的男主角 凭着一段旋律远赴柏林寻找记忆 为了完成奶奶的心愿 女主角也远赴伦敦找爷爷 舞台剧Q&A二部曲 要展开追寻记忆的旅程 越想要甩开的 可是我们就牢牢地记住 然后我们想要记得那些很美好的时刻的时候 虽然发现那些东西怎么记不太起来 反而很难记起来 我觉得这是二部曲的一个中心的主旨吧 你们是谁啊 嗯 完了完了 我就知道电视都是这样演的 我来教医生 Q&A首部曲描述一位因为车祸失忆的男同志 醒来之后却变成阳光男孩 身边的人都欺骗他 肇事的女主角甚至自称是他的女朋友 所以呢 所以如果你发现你身边一个你很信任的人 对你说了一个很大的谎 你会怎么样啊 我会恨他一辈子 阔比四年再次演绎 饰演女主角的李少姐坦言很不一样 那然后呢 我觉得这四年 其实中间在谈男人剧团 有很多很多的磨练 然后自己对表演的看法 或者是自己生命的历程 也一直在流转 对所以我觉得这一次 我觉得很有趣是时间点其实结在一起 我说戏的时间点结在一起 但我觉得我心境上却有蛮不一样的感觉 而不去走遍伦敦 柏林 台北 跨越三个世代 三个城市 融入不同的文化特色 演员还要会英文 粤语 德语等等 你好 我叫韦仔 你叫我韦仔 韦仔 我是不言心 叫我言心就可以 言心啊 你台湾来的啊 对 台湾那个风铃书好美味 好吧 韦仔 没事 你就翻回先 翻回先 这次拍这个戏 我其实还蛮讶念的 就是我们有一个英语指导 然后他来听我们讲英文 然后我们以为 我们已经传达到的那个情绪 可是在美国人的耳朵 听起来就是 你有在演吗 这样子就是 你有感情吗 我已经来到这里 我没有练习 别怪我 我非常感谢你 你让他错误了 好 我明白 你能够明白吗 我觉得二部曲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角色 可以在行动线上面 稍微比一部曲主动很多 这是我觉得是一件好事 不然我就会看首部曲 大家就会说 这个人到底 他为什么什么事都不做 可是梦子路上 他好像也什么都不能做 我怕你吧 Q&A将推出三部曲 在舞台上追寻人生的答案